到时候将会有人戴着护目镜走来走去 它们将会存在于另外一个虚拟现实的并行世界里 虚拟现实系统会对戴尔电脑的销量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有可能会让台式机重新普及起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台式机的销售量在下降 而笔记本电脑的销售相应的在增长 如果虚拟现实业务开展而您有希望大展拳脚的话 您就需要一台功能强大的计算机 而只有台式计算机才能够承受 因此我觉得这会导致未来台式电脑销量的增加 如今我们看到笔记本和平板电脑占据了大部分市场 那么虚拟现实是否能够让台式电脑收回所失去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呢? 我认为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台式机是能够替代平板的 但平板电脑相对于台式机的唯一优势在于方便携带 虚拟现实技术发展成熟之后 您只需要佩戴眼镜 而不再需要拿着平板 另外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 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操作 需要强大的处理器和显卡 那么这只有台式计算机才能够胜任了 虚拟现实技术在哪些行业能够得到应用呢? 虚拟现实可以在很多的行业的应用 比如说制药行业 公司希望能够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这就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来实现 此外例如说外科手术 外科医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来进行手术 清楚怎么做 保证准确率 计算机游戏产业显然是虚拟现实技术运用的 主要利益相关者 即使是汽车业务 这项技术也是有用的 当您要测试汽车体验加速的时候 都可以通过起来实现 而在实际的道路上 您未必能够彻底地感受到 虚拟现实完全能够模拟您在车内的感受 您能够感觉自己就坐在车舱内 顽固四周 这完全就像是真实的世界 和坐在真车内的体验差不多 另外虚拟现实用于军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尤其是安全服务 这样极大的推动着这项技术的发展 伊隆·马克斯这么说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么当虚拟现实技术全面采用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人们会迷失在虚拟的世界里呢 我觉得完全有这样的风险可能 在五年之前 人们主要的沟通方式还是电子邮件 而现在社交媒体的应用已经全面开花了 如今人们几乎一刻不停地看着手机和平板 或许未来会更糟 到时候将会有人戴着护目镜走来走去 它们将会存在于另外一个虚拟现实的并行世界里 是的 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的确是个问题 阿希姆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多高四倍电视》 再见